環球瑞士是台灣第一家拿到股票代號的AI公司 從今以後我們會開始往供發新規的市場來前進 我們需要用AI融合智慧賦能政府來推動數位智慧轉型 我們要讓商店上云讓顧客在購買的時候 他可以例行健康防疫新生活運動 我們小英總統在第一任總統就職之後 特別指示行政院台灣要成為一個數位國家 也希望在2025年達到75%的商店全部都可以上映 從我上日以來我們打造智慧國家就是我們執政團隊最重要的任何醫藥 我們現在觀察到就是說 現在目前已經有一些大型的外送平台 但是我覺得一個市場缺口就是 並沒有一個平台或是並沒有一個公司 來為這一些中小型的店家製作這種雲端的點餐或點餐的網頁或是網站 我們要讓商店上面而且我們主打的是商店 我們讓它的實體商店變成AI商店 數位化的工序非常多 AI就是一樣 我們希望以我們的AI的能量來賦能這些數位商店 它不僅只是一個數位商店 還是一個智慧商店 將來我們會在上面直接導入客戶機器人 還有訂餐機器人 讓AI無所無在 我們首先會先在AI Buying這樣的一個線上點餐 智慧餐飲科技來做一個落地應用的服務 那我簡單來講就是說 店家在他的桌面上貼著他的QR Code 專屬QR Code 客人來了之後他只要一掃碼 就展開他的菜單網頁 這時候店家他連菜單的成本都可以省下來 客人顧客他也不用擔心 我還要去摸一個公共的菜單 或者是說公共的品牌 吃得健康防疫又安心 然後對店家端而言的話 他又擁有了一個雲端的網站 所以不管是對店家端或對顧客端 導入AI導入這種掃碼科技 絕對是未來的趨勢 我之所以會選擇AI Buying這個雲端服務 是讓他來帶來給我店家的一個方便 然後也不用排隊 也省掉很多的時間 以我他訂餐 然後我就可以提前準備我的食材 以最美味的餐點送到客人的手上 那不管說將來如果說有疫情 那沒有辦法做線下營業的時候 透過線上的點餐 這樣的一個網頁的機制掃碼 那就一樣可以有線上人等你能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繼續推廣 健康懷義新生活 但是人民的營業用餐購物都不會受到影響